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我是杨医生 今天我们探讨一个全新的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就是糖尿病是不是由细菌导致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糖尿病是 胰岛素抵抗、遗传因素、肥胖和饮食习惯引起的 这些可能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 这个体内的细菌在糖尿病的发生过程中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们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细菌是怎么样影响糖尿病的发病的 第二哪些细菌可能跟糖尿病有关 第三这些细菌都从哪里来的藏在什么地方 第四我们通过临床的案例来解释一下 调整肠道菌群后糖尿病的症状是如何改善的 最后我们展望一下 未来怎么样用微生物疗法预防和治疗糖尿病 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糖尿病的认知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朋友也关注糖尿病的病因和治疗的话 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么细菌是怎么样影响糖尿病的呢 科学发现了糖尿病它不只是血糖问题 更可能是一个炎症问题 某些细菌可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糖尿病的发生和它的发展 首先就是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导致胰岛素抵抗 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通常是由离杆菌门和后臂菌门这两个菌群的一种平衡 但糖尿病的患者肠道菌群却发生了变化 导致后臂菌门增加 离杆菌门减少 从而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 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第二就是细菌可以诱发慢性炎症 损害到胰岛 某些细菌像大肠杆菌会释放出类毒素 这是一种可以引起炎症的毒素 能够让免疫系统进入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 就会损害到胰岛的β细胞 也就是分泌胰岛素的细胞 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异常 另外就是口腔的细菌可以进入到血液 影响全身代谢 研究发现患有牙周炎的人 患糖尿病的风险就更高 因为牙周致病菌可以进入到血液 影响胰岛素的功能 这些研究都意味着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讲 糖尿病很可能是体内细菌失衡 导致的一种慢性炎性疾病 那么哪些细菌可能跟糖尿病有关呢 研究发现下面这些细菌在糖尿病的发生中 扮演一些重要的作用 第一叫后臂菌门 它的过量可以导致胰岛素的抵抗 产生二型糖尿病 另外就是离杆菌门 这个低水平可以影响到肠道的代谢 也会影响到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第三就是大肠杆菌 它可以释放类毒素 诱发炎症 对二型糖尿病也很有影响 第四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影响到胃肠道功能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我们很多有胃炎胃溃养的患者 都有这个细菌的问题 另外就是牙周的病菌 也会通过牙齐的炎症影响到血糖的水平 这些对我们有牙周病的人来讲 就是更为重要 这个研究数据还发现 在健康的人群当中 这个肠道菌群的离杆菌门占45% 后臂菌门占40% 它能够维持一种代谢的平衡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肠道菌群 这个后臂菌门会增加到55% 而这个离杆菌门会下降到30% 导致胃藻素功能下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一些糖尿病患者 即使严格的控制饮食 血糖还是难以稳定 就是因为他们的肠道菌群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些影响糖尿病的细菌 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可能来源于食物 饮水 口腔环境 甚至空气传播 但他们主要还是藏在三个关键的部位 第一就是肠道 肠道的菌群失衡影响胰岛素的功能 吃过多的加工食品 缺乏膳食的纤维 过度使用抗生素 都会影响肠道菌群 另外就是口腔 牙周炎可以提高糖尿病的风险 牙因出血 牙周炎的患者糖尿病风险 比普通人要高50% 因为口腔致病菌可以进入血液 影响到全身的炎症状态 第三就是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它会影响到胰岛素的敏感性 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下面跟大家介绍两个临床的案例 一个是58岁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他长期服用二甲双瓜 空腹血脏 还在180 糖化血红蛋白达到8.5% 那么进行肠道菌群检测 发现后臂幽门过多 乳酸菌减少 那么采用一身菌 加上膳食纤维的这种治疗 三个月后 空腹血糖降到110 糖化血红蛋白降到6.5% 虽然仍然很高 但是比以前要好很多 另外一个35岁的女性 她属于糖尿病前期 过去体重比较高 血糖达到125 口腔的健康比较差 那么主要的治疗 就是改善口腔卫生 使用一身菌 增加发酵食品的湿入 六个月以后 血糖就恢复了正常 达到98 体重也减少了5公斤 所以这些案例证明 控制细菌的生态 对糖尿病的管理至关重要 所以科学家们正在研究 怎么样通过调节细菌 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 这些方法可能包括 我们要做一个个性化的肠道的菌群分析 在我们的整合医学中心 这是每个病人都必须做的 因为这个肠道的菌群 不仅影响到血糖 还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 口腹特定的一身菌 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所以一身菌 无论来自于食物还是补充剂 都很重要 另外就是抗菌治疗 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致病菌 口腔的细菌 胃部的幽闷螺旋杆菌等等 这些一定要进行治疗 同时饮食上面要改善 要增加高膳食纤维 和低炎症的饮食 像地中海饮食 就属于一个低炎症的饮食 所以未来通过调整 微生物可能为糖尿病的治疗 增加一个新的突破 总而言之 糖尿病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血糖病 更可能是一个细菌病 通过调整肠道菌群 口腔健康 控制胃部炎症 可能是我们预防和改善糖尿病的关键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